三个中产党 这个题目我出乎以来很少说 就是楼市的问题 最多都是上次《梦药博士》那一集 这次不是卖花、赞花、香 是很客观的 但又出自AM730的施老板 拿手杰作 不是说客不客观的问题 是否刷鞋的问题 是客观地刷鞋 这个叫做中原经理人指数 中原经理人指数和中原指数的分别是什么 中原指数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楼价的指数 中原经理人指数就是找一些业界人士 我不知道是否只是中原 是中原 原来我两年多前已经刷了 他就找一些中原地产的经纪 就去问他们对于这个楼市的看法 只有三样 看升、看电 其实这个做法就跟PMI一样 就是各个美经理采购指数 全部的做法 就是他看区内每间铺的经理 星期一应该是 就问他们看那个时候会胜利点 然后就拉回平均数 他们就50% 因为50%就是作为一个荣枯线 高过50%就是看好 低过50%就是看坏 我们的朋友曾国平教授Biron 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模式 就去对回楼市的升跌 和这个中原经理人指数的起跌 他就说出奇地其实都挺贴士的 你要比较贴士呢 就是楼价 楼价的哪一个指数 他可能用回中原领先指数 他就说其实 由2015年开始 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楼价 对中原经理人指数 都有一个指标作用 通常中原经理人指数下跌 他的楼价就会跌 反升也是 不要拉那么远说 我说最近 他就说中原经理人指数 在6月就已经说楼市会跌 你想想6月那时就是香港楼市领风 一路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 所以既然有一个这样的参考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牵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如果用中原经理人指数的角度去看楼价会不会跌 我看到最新的新闻就说 现在就在这个很坏增持 即是四十几左右 那为什么四十几这个指数 是有参考价值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由年头他们有八十几 其实大多数人都看好 去到现在就四十几 你已经跌了50% 其实反映了很多人都知道 其实楼价和当年初的看法已经不同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是四十四点多 又不是我们想象中相差很远 因为如果是四十四点多 即是其实很多人 即是有一堆人都在这些经理上 是的 刺拼 以及坦坦之间在增持 如果你和很多现在的楼市分析员 或者抹药博士看 跌成之少 三成吧 客观点 对于客观 七成都不是很突然 两成半 即是长实等等 那些 喂 如果我们用回这些东西 其实跟我们想象中 又好像不是参考上 我先补充一下背景 你既然说得这么庆高所言 我先补充一下背景 大师 如果曾国平说在M拆鞋 我就不同意了 因为这些东西我拆了他更早 两年前已经写了 他拆你的鞋 你只不过你比曾国平 你比曾国平更好 你比曾国平更好 不是代表他不拆 我读给你听当然是怎么写 就说是相比製造业 香港人可能更关心楼市 我们何时才可以有自己的地产经纪人指数呢 答案上星期三 接着我就说这件事 就是2016年的时候 是有报道过 但最后这个经纪人指数不是太过人 中原指数也有人关注 当然这个有影响有关系 因为中原指数经常都买广告 所以你经常都会看中原指数 但这个可能是under value 你做了这件事 市场不是太关心 这样说 因为你如果经纪人指数 你问这个是一个filtred prediction 中原指数已经过去 你根据成交机会 还是两个行不行 我们要预探 其实市场老板也是老实的 其实所谓的中原指数 其实都是有点事 我明知只不过是 他自己有交易给你听 他只不过是报道得比政府 政府的落后就差几个月了 因为中原地产 他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资料 用回他自己的价格 但那也不是预测的 他只不过是告诉你 我们有这种交易 然后就告诉你 因为政府很慢 他有这个呢 这个就真的是预测 这个既然有一个前瞻性 又准确率 是有若干的参考性 是 为什么没有人会用呢 这个就是我们想关心的 是的 是的 我们有常常都会看那些人 讲到似层层 我们会相信的 楼市急插 明年就会见回2011年的价位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这些东西 不是 我这么说 你听我说 现在有一些是过去已发生的 有些是未发生的 如果中原指数是那些已发生的 那你就已发生了 那未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是你批评 你是不是一个未发生的事情 所以两个在不同的范畴 那里去发挥作用 就是这两个 我想施老板 不会觉得这两个指数是哪个好些 他只是觉得这两个指数是不同的功能 是的 你再说 我想再说 其实香港这件事很落后 落后到怎么样 当大家仍然在看楼市KOL 说跌多少成 说到夸张的故事 很不苦何 很感性地判断 说了十年 都是猜错 但是仍然要捧它 说它是 即是有些世价股爆煲率 那迟了一定会爆煲 总而会爆煲 但是世界已经转变了很多 其实它用这个 就是PMI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PMI这件事已经很多年了 但其实 很多地方发生的 可能用大数据 就是在找一些人 有多少人去找楼 有去看楼的人做 这些事情是香港 我们香港也有过 但是都是很花边的新闻式 例如无端端有执 我也有留意地产生 他无端端说 现在看楼市 要给20元开时费才肯看 25时他唱得好 但问题就是 既然你都会看到 有这么多人 要给20元开时费才看 为什么你不顺便计算 是没有一个很科学的方法 而且这个不是 他想用这宗新闻的时候就说 就不是一个很定期去报 一些客观的数据 他说今天有多少人来看楼 是不是因为不够故事性 所以那些人不理 我会说我看到 现在那些经纪封了盘 这些就很有一个娱乐性 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采访预算的问题 就是你用多少钱 那个记者 每天要采访多少单身份 或者多少钱 他用几个小时去做 究竟你找些什么人去做 那完全有关系 跟你免费打个电话 问楼市KO 又说急插3.5成 其实效果可能是后者更好 因为标题更松动 你可以简单一点 因为整个质量的问题 尤其是外国那些 因为他们的预算很大 他们有很多 会做得很好的 搜索或者报道 但是香港没有办法 因为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是被控制的 反而如果在内地 如果传媒做一些数据性的 他会做得很好的 因为钱多 因为我有留意 其实也不是没有传媒 报这个中原经纪人指数 但是很闷 很淡 增持 或者稍稍下跌 我刚才说多了 我在2016年的时候 刚刚推出的时候 推出之前我已经写过 但是记者就是不喜欢 不喜欢很闷的数字 我喜欢故事性的内容 但问题就是 楼市大部分时间 上落都不是很急的 我报纸写过很多次 就是和股市不同 楼市是很重要的 一升就是一个升浪 所谓升浪的意思就是这样 可能会慢慢跌几年 突然间很短时间 暴升或暴跌 都不是很 大部分时间都不会看到这些 其实楼市升几个% 短时间已经很多了 不同的 几个时间升几个%很多 因为楼市通常 根据统计 大概是20年一个周期 大约是这个数据 所以短到十几年 或者三十几年 所以其实是有 如果真跌坚跌 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 是个数字很少 所以只能说 砍价砍多少 我砍高了20% 再砍23% 那你就要砍高了23% 即是你会用这样做 如果不是的话 你完全没有那个 i-catch 新闻没有吸引力 就是说商品 但问题是什么呢 我要问回头 我看财经新闻是为了什么 我看财经新闻 不是为了更准确的资讯 去判断买还是不买 如果你说我看这个楼市新闻 是为了看一些没有合适的标题 我只能有一个结论 就是我根本就不是想买房 我是纯粹满足我的新闻 还不看你 你听我说 你不是看下一年 究竟有多少人买房 你就知道大部分 如果你靠看买房的人 去做份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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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传媒 股票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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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问题 国会 现在很多人说 那些世界股 看见世界股 不可以的打击世界股 是全部都不买的人 是输费的人 都不会叫你打击世界股 其实财经版 或者楼市版 是洩分式的报道 是 它就是一个心灵的 鸡汤 是 鸡精汤 就是洗掉你的心灵 看了你很舒服 真的好 樓市又跌 好像我们的朋友 全部都是窮人 大家是不按摩 好像买楼 真的会买楼的人 反而不是看这些 直接到地产看 没错 不怪之得 所以你认识跌 是 升也是凝聚那种仇恨 现在又升了 纳米楼 通常都是报负面新闻 那不行 我写得懒客观 就没用 所以这个中研经理人知识 就没人看 我都明白的 因为你买楼 你难道连年买楼 买菜 三个人又买 那就再看看 电脑 都两年买一次 都说有些要参考 樓市 可能一生人买一次 你每个月看那样东西 如果是很生硬很悶 就没意思 香港人应该大概有一半人 是一生人都没有买楼 所以 如果你说楼价跌 它们一定很开心 因为它希望你出钱 就算楼价升 都要说买的人很蠢 我常常问 为什么要买千奇八怪的 纳米质 又说楼楼 研楼的时候 很多脱漏 为什么每一次楼市新闻 都是负面 原来因为升我又恨 因为那包买到 我当然想你买一间垃圾 跌了就开心了 值得 这班人 其实根本不是我来参考投资 我们都要提醒Dandy 你记得要再负面一点 不再负面一点 负面一点 再负面一点 没错 但是当然 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你做纳米楼 做些什么出来 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但当然 我们除了说中原经历人指数 之后 我们很久没有说 或者很少说楼市 首先问大师 你现在直接 如何看现在的楼市 因为你有加息 和整个大经济气候环境 一定会跌 但问题是 我认为楼市跌七成 所有东西都是 你忽略了几个很基本的因素 第一 企业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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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明天就挖好 东大鱼洋公道 这样就可以暴跌 是的 因为暴跌 不是一只原因 是几个东西 你一个理由 你加息 那就跌了 跌了两成 你再做的 再跌多少 你有数计 你全部五六样 壞事一齐发生 就像当年香港沙士 那样 你就会碰到 那种情况 首先 我们是说的 supply 第二个问题 通常 一个楼价一跌 跌了两成 后 就会有很多supply 很多buyer 那些 買家就会冲出来 你看见 香港大概是99 2000 01初期的时候 突然间很多人 那些人 累積了一些购买力 你要消耗购买力 有一个消耗购买力的时间 那段时间可能要两年 你要当收买力 消耗纯粹 暴跌 即股市 所有投资 那些人现在觉得便宜 第三个原因 就是政府有辣椒 政府要消辣 辣椒那里 有十几十%的部分 如果一做就做了 你会找一些成交 因为现在你买楼 其实 现在买楼有一个问题 我买了 一买了就绑住 就算跌也跌不到 三年 是的 就算你买了三年 因为没有利益 你想买 大家不是想三年的问题 而市场也没有人潜 但当你去到什么 利益增加的时候 我很容易 因为换楼成本低 换楼成本低 我现在加了 买了 我就可以换楼 现在周时会发生 中国就换不到楼 所以你会变成 当你所有的 以前那些 不经济性的扭曲 那些扭曲回复之后 这些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设定 政府都设定 那些东西都设定 那些东西都设定 我想是可以顶到几点 我讲一讲 我简单看楼市 看几件事 第一件事 之前是某程度 有一种恐慌性购买 什么叫恐慌性购义 就是 因为你怕永远追不到楼价 你就会有很多奇怪的方式 去买楼 譬如你会买些纳米楼 譬如你要附贯盘 即你要父母借钱给你 再供 你很多时候要还 或者你父母要重新投入市场 去做事才可以救回 甚至乎现在有很多 就是越来越供 供楼的重量 越来越重的一种新式的楼 最初是供楼少些 越供就越重 跟我们以前不同 我们供楼永远都是减定的 你不会越来越轻松 他预计你将来人工会加 所以你供楼的负担 是会越来越重的 但现在是什么 现在就是一种恐慌性退市 恐慌性退市 就是我当然知道明天会下跌 我为什么会今天去买 我当然是怎么都等到它停 但是我们现在的楼市 有很多事情是扭曲了 就是这些事情 你不倒回去正途 我觉得楼价是不会跌的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会觉得这一生人 都不会换楼 这件事其实是扭曲了 一向香港人都是以前 是会觉得换楼很重要 换楼是我们提升 我们生活水涨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现在没有人想换楼 所有人都觉得 五十一层楼就已经完成了任务 因为现在的人全部 有很多没有楼的KOL 他说其实香港人只需要每人住四百尺 四百尺 所以他计算了 五百三十公斤就够了 因为香港只住四百尺就够了 人人 五十八门楼而已 喂 你住四百尺 你想住五百尺有没有搞错 第二件事就是 当这个居住面积 重新成为我们考虑买来的一个条件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楼市 现在我们在想的是有和没有 就不是想大和小 其实你不想大和小 于是便会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重新考虑 原来我有经济能力 我会换成更加大利的楼 或者原来人类不应该住一间一百尺的棺材房 我们应该要有三房两厅 然后两个人住六七百尺 其实才是一个合理的居住 这样说 你完全错 那个不是叫棺材房 那个叫农床盘 可以吗 你完全错 那个是农床 农床盘 所以如果你用这些概念去看 其实购买力仍然在积存 当然还有大师说 辣椒其实是一个buffer 我经常说 你一天未解开辣椒 你都不需要担心层楼会暴跌 因为一解开辣椒 当然有人会想 解开辣椒增加了更加多人容易放盘 但问题就是香港 甚至乎我们是说中华民族 始终觉得砖头值钱 是会主义我们购买的意欲 我想补充 刚才大师没有提到 你也没有提到 说了供应 绝对同意的说法 辣椒也是一个政府可以用 令到楼市不会大起大跌 他会尽量收回 救市或者什么好用 但问题大家未看到 也是坊间觉得楼市有机会大跌的原因 就是觉得资爆 如果大陆他经常觉得 很多楼在边际上炒楼 托起市的就是大陆钱 如果大陆激制不好的话 那就想吧 这个是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 有多少是本地有实力的需求 我买得起的 虽然买小一点我都买得起的 有多少是很流动性很高的 上面的钱是热钱来的 怕的在香港 如果这样可以两个看法 一个就是说 如果上面不行的话 我要拿回一些钱 去救内地的生意 或者什么 这个大家中国人都知道 好像发生比较快 我觉得就是这样 反过来 他说上面不行的 走路的 百多的人来香港 还是怎样的 需求 我认为 你觉得香港大陆人 会卖香港的楼 去救大陆的 应该就比较少 但是资爆 影响到大陆买家 因为其实你现在可以 去买家三成 基本上已经没有可能 去做到的 但是应该这么说 就是增加liquidity 肯定会令到楼格上升 那些人完全违反 香港人完全违反 经济上 因为你增加liquidity 就变成开拆楼 我就买了 现在有很多便宜 有些便宜 是没有人买的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人推了个便宜 五百万左右 在湾仔 那他说 五百万便宜 在湾仔 五百万真的很便宜 五百万真的很便宜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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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来都没有好东西 你叫身都是最高佣 最稳定的 你为什么推个衣服 他说 我老实说 因为没有头买 他说没有头买 因为你了解 你需要免费税 当你有了之后 会有很多东西 你会有很多便宜货 尤其是有很多 undervalue 或者有很多东西 理论上 无论任何一个资本市场 你都有了一个便宜的东西 大家会做什么 有了liquidity 大家的东西就会升 liquidity肯定会令到那东西 就是premium liquidity和价格 是有一定互换的能力 这个 当然楼价如果是七成 都可以这么说 楼价转时间会跌七成 就是长期间 因为今次我觉得楼价会跌得很慢 但是时间会很长 但是如果楼价在短时间跌得很多 的话 鸢体肯定会受不了 好 但问题是 说楼价可以说很多 所以今次只是一个开端 好 下个星期我们再讲楼市 会等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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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